这里最重要是公司和公司的分 公司Selling Agent是40% 即是有100元时,他有40元 Listing Agent是60% 所以Listing Agent是有100元时,他有40元 有100元时,他有40元 这个就是给Listing的 所以整份Commission是50万乘0.075元 0.075元就是佣金,我们现在通常都是0.5元 所以你一看0.075元,这当然是两份分 一边是Listing,一边是Selling 而Listing,他说是分为40% 所以如果他在Selling的时候,就是10% 如果是Selling 如果是Selling Listing Agent就是65元 如果有100元,Listing Agent就是取65元 如果有100元,取35元 那是Broker 那是Listing Broker 就不是Listing License 那所以呢,这个呢 你还没有解释这个 我不用看 65元,其实这个100元是哪里的呢? 这个100元就是65 5加35元 这个呢就是给谁呢? 就是Listing Broker 那如是者呢 一样是50万乘0.075元 乘4 over 10 好了,接着呢 那就是Selling Selling如果是Broker 那就是0.075元 乘4成 它是60% 60加40 两份 其实就是6 6 over 100 一样的 乘4成 Selling那里怎么分 他有没有解释? 没有 是吗? 没有 他没有解释Selling的Agent 是怎样的Speed 是吗? Am I right? 应该 但是要有Selling Agency 他这里只是65和35 Split with his or her broker 那我当他 我当他 都是仍然这样的话 如果他是Broker的时候 那就是65除100 为什么是100 因为65加35 那如果是 3 Broker是35 Broker是35 少点 Agent 如果是Selling Agent 的时候 一样是50万 乘0.075 乘0.075 乘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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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нии 現實生活還要減少,在這裏呢,在4over5這裏呢 這裏呢,是先減了500至700元的processing fee 減多可能200元的loan dot 或者whatever 唉,你沒辦法了,你入得那家公司去減就這樣減 但是,都是合理的,每間公司都會減的 一間就多100元,一間就少100元 所以,這些呢,我入那麼多間都不理會 但是這些呢,最重要的是 都不是的,你可以跟它說,可以叫它加的 你那個丟是大銀碼,你就跟它說 如果是你做得吃了,你就跟它說